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现场李克强的生前讲话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央视报道 模仿中国离奇支持尼日利亚加工厂 人口危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受到的公众信任减少 学者们 湾区的三家公司中有两家采取了绿色实践 比如回收利用 研究 请大家收看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央视报道 彭博社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担任总理长达10年 负责监督国家经济 他曾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高政治局常委 随着习近平主席接管重要的经济政策决策 李克强的角色逐渐减弱 2018年3月 李克强被李强取代 担任总理职务 现场 李克强的生前讲话 中国抛售 威胁到价值270亿美元的雪球衍生品 彭博社 中国主要股票指数之一的中正500指数 下跌10%可能会引发与结构化产品相关的指数期货的抛售 进一步增加了下跌股市的风险 如果基准指数跌破某个特定的敲入水平 投资者在到期时可能会面临复杂衍生品雪球的损失 雪球在2021年在中国变得流行起来 并发展成了一个价值270亿美元的市场 一旦达到敲入水平 经纪人可能会急于清算对冲头寸 韩国投资者还面临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挂钩的结构性票据的重大风险敞口 模仿中国李企支持尼日利亚加工厂 雅虎 尼日利亚揭开了其首家里加工厂的面纱 得到了三家看似中国电池金属行业巨头的支持 然而 根据尼日利亚的公司注册信息 干风李业 天启李业和宁德时代工业是独立的本地公司 这些公司与深圳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名巨头没有任何关联 他们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李的不断增长需求 李是可充电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 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人口危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受到的公众信任减少 学者们 南华早报 中国学者建议政府需要恢复信誉 以提高出生率 因为该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 去年出生率首次自1961年以来出现下降 然而 批评人士认为 政府在疫情期间频繁改变政策破坏了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的马亮教授表示 恢复公众信任在短期内并不容易 因为政府一再未能兑现承诺 湾区的三家公司中有两家采取了绿色实践 比如回收利用 研究 南华早报 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和大华银行的一份报告 大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采取了与环境 社会核治里ESG相关的可持续实践和投资 未来两年 ESG投资可能达到1万亿港元 约合1278亿美元 该地区65%的企业采取的最常见的绿色实践 是资源回收和清洁能源的使用 超过90%的大湾区企业计划 在未来两年增加或保持ESG投资 不安全 不专业 五角大楼称中国战机与美国B-52飞机相距紧机密 悉尼先驱晨暴 美国军方指责中国一架战机本周早些时候 在南中国海上空危险地靠近一架美国轰炸机 据称 中国的J-11战机距离B-52飞机仅有三米 并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飞行 这一事件是美国所称的中国军机越来越冒险行为的一部分 五角大楼此前曾表示 自2021年以来 中国军机已经近200次在靠近美国飞机的地方进行了机动 此事件发生在中美两国因一系列问题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安东尼·霍尔登 皇家编年史学家 逝世 享年76岁 纽约时报 英国作家 记者和扑克玩家安东尼·霍尔登去世 享年76岁 霍尔登因偶然成为皇室传记作家和君主制度批评家而闻名 1977年 他被派去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查尔斯王子访问加拿大的事情 并写了一篇广受好评的专栏文章 这导致他获得了一份《写查尔斯传记》的书约 该书于1979年出版 霍尔登继续写有关皇室的文章 甚至写了一本《批评查尔斯与戴安娜王妃婚姻》的第二本传记 这本书引起了一场丑闻 霍尔登受到了白金汉宫和小报媒体的抨击 尽管如此 他继续写作 并在《职业生涯》中出版了40多本书 涵盖了莎士比亚 劳伦斯 奥利维尔 莫扎特的歌剧剧本作者 和《奥斯卡金像奖》等主题 霍尔登还是一名扑克玩家 并写了两本关于他在扑克世界的经历的书 他的三个儿子 四个孙子和他的兄弟依然健在 美国贸易仲裁庭在Mausimo专利纠纷中 发布潜在的苹果手表进口禁令 路透社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布了一项命令 可能会阻止苹果进口其智能手表 原因是侵犯了医疗技术公司 Mausimo的专利权 ITC维持了今年1月的一项裁决 认定苹果在使用基于光技术 读取血氧水平方面 侵犯了Mausimo的权益 这项禁令不会立即生效 拜登政府将有60天的时间 决定是否基于政策考虑否决这项禁令 苹果还有机会对禁令提出上诉 美国众议院新议长持有低调但主流的对中国强硬立场 南华早报 美国众议院新当选的议长迈克 约翰逊预计将在塑造美国对华法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但他对中国的立场仍不确定 与前任不同 约翰逊对中国没有明显的立场 尽管他的观点与标准的鹰派共和党观点一致 但在预算谈判主导议程的情况下 对抗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他的近期优先事项 约翰逊在对华立法记录中 主要关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反对 分析人士认为 他将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但缺乏应对该国的整体战略 中国绿色补贴的问题在于 他们根本不存在 彭博社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 比其他国家的产品更便宜 这导致很多人认为该行业 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补贴 然而 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中国制造的绿色科技之所以价格低廉 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和环境目标的推动 这促使制造商进行大规模投资 补贴是许多国家的常见做法 包括美国和欧盟 但除非他们偏袒特定行业 否则不被视为反竞争行为 对中国清洁能源行业的补贴指责 可能会阻碍全球向禁零排放的过渡 世界需要一项政策 区分补贴的良性和恶性使用 并促进相互裁军 中国将对其国家保密法进行最大规模的修订 加强保密措施 南华早报 中国计划通过一项修订草案 禁止所有有权访问机密信息的国家员工 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出国旅行 修订扩大了该法律的适用范围 包括教育、技术和互联网使用等领域 并引入了有关军事设施的新规定 此举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 进行情报战的一部分 反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持续重视 拟议的变更引发了外国企业和投资者的担忧 他们担心增加的限制 可能对在中国开展业务带来风险 外国商业界呼吁 对什么构成国家机密有更明确的界定 法律专家还指出 对于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术语缺乏明确定义 可能会导致不确定性 并与全球企业活动产生冲突 这项修订草案 是国家保密法十年来的首次重大更新 预计在经过二次审议后 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印度军队需要离开马尔代夫 新任总统表示 彭博社 马尔代夫表示 将要求驻扎在该岛上的印度军队离开 当选总统穆罕默德 穆伊族指责现任总统伊布拉辛 索利赫允许印度对该国事务 无限制地发挥影响力 并通过允许印度军队驻扎在那里 而放弃主权 穆伊族表示 他已经开始与印度就撤军进行谈判 并称这些谈判已经非常成功 中国和印度一直在竞争 对战略重要的印度洋群岛的影响力 路透社 尽管美国经济指标表现良好 但亚洲市场预计将以负面的态势 结束一个困难的周 周四 尽管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 美国股市仍然受益红色 亚洲市场将密切关注日本的经济数据 和货币情况 以及下周日本银行的政策会议 预计日本银行将提高 截至2024年3月的全国核心消费者通胀预测 这将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 此外 中国工业部门 今年前9个月的利润数据 将于周五发布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进展缓慢 但西方的支持仍然坚定 即使中东爆发了新的战争 雅虎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东乌克兰战斗 已经陷入僵局 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战争已经进入了战壕战阶段 美国承诺将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但美国最近发生的事件 如国会山的混乱和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引发了对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未来的担忧 寒冷的天气将很快使东欧的两支军队陷入僵局 大规模行动预计要等到春季才会恢复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只取得了一些小的收获 一些专家认为乌克兰最好继续保持防守 消耗俄罗斯的意志 然而 乌克兰在打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阵地方面取得了成功 其长期计划是将俄罗斯赶出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海岸的其他被占领地区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自己的进攻 预计冲突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 首份财经新闻 八名印度人因被指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在卡塔尔被判处死刑 金融时报 八名印度前海军军官因被发现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监视卡塔尔的潜艇计划 被卡塔尔判处死刑 印度政府表示将探索所有法律选项以回应这一判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位常驻于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 首先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政治局常委之一 负责监督国家经济 随着习近平主席接管重要的经济政策决策 李克强的角色逐渐减弱 这将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股市的新闻 中国主要股票指数之一的中正500指数下跌10% 可能会引发与结构化产品相关的指数期货的抛售 增加了下跌股市的风险 这对中国股市和全球金融市场都有潜在的影响 然后是关于尼日利亚的新闻 尼日利亚揭开了其首家里加工厂的面纱 得到了三家中国电池金属行业巨头的支持 然而 这些公司与深圳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名巨头 没有任何关联 尼日利亚的里加工厂 是为了满足里的不断增长需求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中国面临着人口危机 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加剧 中国学者建议政府恢复信誉 提高出生率 然而 政府在疫情期间频繁改变政策 破坏了信任 恢复公众信任并不容易 香港的大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 采取了与环境 社会和这里相关的可持续实践和投资 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减少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军方指责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危险地靠近一架美国轰炸机 这表明中国军机越来越冒险 给地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英国作家、记者和扑克玩家安东尼·霍尔登去世 享年76岁 霍尔登应成为皇室传记作家和君主制度批评加尔文明 他的离世是英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命令 可能会阻止苹果进口其智能手表 原因是侵犯了医疗技术公司MOSIMO的专利权 这可能会对苹果的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美国众议院新当选的议长对中国的立场尚不确定 他将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但缺乏应对中国的整体战略 中国清洁能源行业的补贴问题引发了争议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价格便宜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和环境目标的推动 世界需要制定一项政策 区分补贴的良性和恶性使用 中国计划对其国家保密法进行最大规模的修订 加强保密措施 这反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持续重视 但也引发了对商业界和投资者的担忧 马尔代夫表示 将要求驻扎在该岛上的印度军队离开 这反映了中国和印度 在印度洋地区的竞争和影响力之争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亚洲市场的预测 尽管美国经济表现良好 但亚洲市场预计将以负面的态势结束一个困难的州 这与日本经济数据 日本银行政策会议 以及中东局势有关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来看看观众们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w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